野生動物跟我們自己自家養的寵物 其實沒有什麼不一樣 生命都值得被尊重 人類是這個世界上唯一一種會去 拯救其他物種的物種 其實我覺得我們不應該去浪費這個能力 畢竟很多傷害都是我們人類自己造成的 那我們有能力可以擬補這些傷害的話 我們為何不這樣做 我是齊夢柔 我是一名野生動物獸醫師 一開始會選擇做獸醫 其實就覺得這個職業很帥氣 又可以為這些沒有辦法講話的動物去治療 然後看到牠們治好了之後 其實成就感蠻大的 野生動物跟我們自己自家養的寵物 其實沒有什麼不一樣 生命都值得被尊重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會一直努力到現在 面臨到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台灣的東部沒有一個完善的救傷東西 比較大型的野生動物救傷單位 都集中在台灣的西班部 牠從東部送到西部來 往往都超過12個小時以上 這樣子的時間 對一隻受傷的野生動物來講 可能造成牠的死亡 或者是可能造成牠更多 病發症出現 不作用出現 導致我們沒辦法後續的做醫療 我們希望把野灣放在東部 讓牠有一個野生動物可以醫療的一個地點 除此之外我們還希望能夠透過野生動物的醫療 然後帶大家看到野生動物目前在台灣的環境當中會遇到哪些問題 我們其實是跟這群野生動物一起共用這片土地的 甚至某種程度上來說 我們可能佔用到牠們的生存環境 人類是這個世界上唯一一種會去拯救其他物種的物種 其實我覺得我們不應該去浪費這個能力 畢竟很多傷害都是我們人類自己造成的 那我們有能力可以擬補這些傷害的話 我們為何不這樣做 我們會有一個在一起的社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